你包括董路不是個病嗎?不是腦袋有點病嗎? 沒有團隊的嗎?這種 對不對?這種董路總你告訴我,不是就是 咱們這種就是純娛樂,就看看 我一看,其實不想看,咱們的確不能代表中國足球,但是我們也盡過一份力了 我們不成功,但是我們不是沒努力 我做成功,你也不聲援我 我們足球圈,你們這些足球圈的,就眼瞧著我被網爆,你們都沒什麼人站出來 行,這有流量,有流量,這個不管好流量還壞流量 前國角毛建青在與幾位球員進行網絡直播 連線時稱,董路不就是個標子嗎?他不是腦子有點病吧?他有團隊的嗎? 董路這種,純是娛樂,看看就好 我一看,哎呦,就是不想看了 其實,這已不是第一位前國角如此藐視足球解說員 所謂中國足球小將之,吳正清訓教練的董路了 比如,在此前,前國角杜文輝在談到余大寶與十二強賽上散步 卻被董路力推,讚揚為保護性接應時 杜文輝就稱,替球三十多年 教練從來沒教過我啥叫保護性接應 還有前國角王欣欣,也在與董路的連線時,因董路說,我被網爆 你們足球人都不支持我 王欣欣,我想請你在網上 指點足球小將給大家普及足球雲雲 可王欣欣稱,支持你個啥? 你這是有流量 別管好的壞的 你都有流量 我不缺錢 不想再網上普及足球 這也算是當眾打臉了董路 因為,董路早就認為我是全中國最懂球的人 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我帶的球隊多年來在國內外百戰百勝 水慶霞帶中國女足奪得亞洲杯 我也能 我對中國足球的貢獻不比水慶霞少 如此狂妄到上下嘴唇接天地的大話 都能行於流水般從董路嘴中躺出來了 這可能正是毛建青嘲讽他為彪子的原因吧 董路對於批評者皆罵作球盲 二級管 對於批評 嘲讽中國足球的龔翰林 逢龔 則罵魏不懂球 你批個屁啊 2B 傻X 一粒屎 我是天上飛的鳥 你們都在地上 老百姓的觀點都是垃圾 那麼 現在批評和嘲讽董路的這些前國角毛建青 杜文輝、王欣欣們 是不是也會被董路納入到 球盲二級管的行列呢 但顯然 雖然中國足球水平不怎麼樣 可這些前國角 且都在帶隊做清訓的他們 還是在水平和專業度上 要高於董大嘴吧 董路天天將我搞清訓 所以我為中國足球干實事 所以我很專業和職業 我懂求你們不懂甚至連世界亞軍得主 又代女足夺得亞洲杯的水沁霞 都不被董路放在眼裡了 那麼 董路像他自以為的水平高到這般地步了嗎 其實 從毛建青的話中 也透露出了董路如此一路火花帶閃電 般假裝牛X的原因所在了 董路是有團隊的 他是純娛樂 董路本來只是一個足球解說員 後來創立了樂波公司 在經營不佳之下 正好遇到清华附中給予足球班的學籍 這一大奇蹟 因此令董路掐肩 搜羅道全國本就出名有天賦的踢球孩子 用董路自己的話說 足球小將的品牌 救活了他的樂波公司 而董路稱不收孩子一分錢 或可能也是事實 但是 清华附中的學籍 卻是無價之保啊 同時 董路一是現在拿足球小將 作為其宣傳並獲得流量收割利益的工具 二是董路也開始在做出一點成績後 無比自大起來 似乎他真的就是自己嘴中的中國最懂求者了 但顯然 董路如此做的目的 並非是不畏收一分錢 而像一些資本 商家給其的大筆贊助 還有像屋磊都捐給他五萬元等社會性捐助 再加上董路收割流量的韭菜一起 也帶給了董路很多的利益收穫 當然 董路做清訓 不管其手法或目的如何 其實都值得試驗 也應該予以支持 只不過 董路過度拿其清訓小將進行流量炒作 其實也是一把雙刃剑 特別是掌握了流量密碼的董路 其將很多論戰炒作成罵戰的做法 真的對這些孩子們的健康成長好嗎 或許 就才是人們最為诟病董路 知處 而王欣欣的那句話 其實也正揭露了董路過度炒作的本質 你有流量 別管好的壞的都有流量 可見 果角們並非真的都是什麼 四肢發達 頭腦簡單 像王欣欣 毛建青 杜文輝們 顯然都很直白地戳破了董路自我營造的 牛批足球大王的人設之底庫了 原創評論 魚說還羞